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中国女星张静颖由节目《超级女生》出道 歌艺精湛的她擅长飙海豚鹰 被封为海豚公主 2015年她在演唱会上向CEO男友求婚成功 却遭到妈妈的反对 母女俩从此决裂 但近期却传出张静颖离婚的消息 这段轰轰烈烈的恋情最终仍没有好结局 张静颖三年前在演唱会上主动向男友风科求婚 也有人认为张静颖的行为是逼婚 婚前张静颖的妈妈跳出来指控风科有小三 并侵吞公司股份 甚至不让她与女儿见面 但张静颖仍执意结婚 让母女俩的关系降到冰点 近日做雌人文雅的文章 一次影射张静颖已婚变 日前中国作词人文雅发文表示 十年前有一位24岁的女孩放下当红歌手的身段 请求她道容因另一个人而起的工作冲突 对此文雅紧回 只要你还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我都没有办法再跟你一起共事 十年后这位女孩更红了 并且找到文雅对她说 你那句狠话我一直记得 所以我现在终于可以找你了 文雅也收留了这个在北京半年居无定所的女孩 文中虽未指名道姓 但所有描述都指向张静颖 离婚传言圣交成上 但当事人仍未作出回应 张静颖精诚与老公离婚 翻设字张静颖 微博文雅的文章被一主角是张静颖 翻设字新浪娱乐 微博 张静颖 又因冯科与妈妈闹翻翻设字冯科微博 我们当事人生这样的顶部 并rom的你的动作人 不知道 并不走 我们当事人生这样的发言